欢迎大家收看今日6度美国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表示 至少有11名美国公民在对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 华盛顿冒着卷入与哈马斯的战争的风险 诉讼声称著名的反同范活动家 性侵了冒充他妻子的女性 拜登接受特别顾问调查 调查其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 拜登在文件调查中与检察官进行了自愿面试 尼科尔 艾森曼 肮脏 这些图像太过干净了一半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拜登表示 至少有11名美国公民在对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 华盛顿冒着卷入与哈马斯的战争的风险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的冲突之后 美国公民很可能被哈马斯扣为人质 至少有11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丧生 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 拜登承诺支持以色列的战斗 并承诺帮助结束人质危机 美国政府已经增加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并派遣了战舰和飞机到该地区 如果确认美国公民被扣为人质 美国政府很可能会更加介入这场冲突 诉讼声称著名的反同犯活动家 性侵了冒充他妻子的女性 美联社 五名女性起诉了反对儿童贩卖组织的创始人 蒂姆巴拉德 指控她在海外旅行中对他们进行性欺骗 虐待和骚扰 巴拉德的生活经历和与地下铁路行动组织的合作 启发了电影自由之声 最近她因性虐待和骚扰指控辞去了该组织的职务 这些投诉主要集中在巴拉德 据称与地下铁路行动组织的女性合谋 说服他们冒充她的妻子 以欺骗儿童性贩卖者 让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合法的客户 拜登接受特别顾问调查 调查其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 多伦多星报 乔·拜登总统已接受独立调查的采访 该调查是针对她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 这表明调查可能即将结束 特别顾问罗伯特 赫尔正在调查拜登作为参议员和副总统时 对机密文件的不当保留 这些文件在他位于特拉华州的住所和私人办公室被发现 拜登表示他不知道那些文件在哪里 这项调查与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对唐纳德 特朗普离任后处理机密文件的调查是分开进行的 拜登在文件调查中与检察官进行了自愿面试 英国独立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已接受司法部检察官的采访 作为一项调查的一部分 该调查旨在查明机密文件是如何出现在 他在特拉华州和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中的 这次自愿采访持续了两天 被视为调查即将完成的迹象 该调查始于去年 当时拜登的个人律师在他的华盛顿特区办公室 和后来的住所发现了带有密集标记的文件 虽然拜登不是调查的目标 但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暗示 一旦调查结束将公开一份报告 尼科尔 艾森曼 肮脏 这些图像太过干净了一半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金融时报将美国艺术家尼科尔 艾森曼在英国的首次回顾展形容为自负和传统 该报称 这次在伦敦白教堂画廊举办的展览 是艾森曼反文化世界观的炫耀式展示 报道称 这次展览包括绘画、雕塑和素描作品 被形容为一尘不染、缺乏狂热 艾森曼因记录纽约女童心恋场景 而受到特别赞赏 但也因为她更像是一个讽刺作家 而不是深入探索人类条件的艺术家 而受到批评 Vivak Ramoswami 讨论中国经济威胁 南华早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发表讲话 概述了他废除教育部等联邦机构 和终止平权行动的计划 他还强调了中国对美国经济构成的威胁 并呼吁实现对该国的经济独立 拉马斯瓦米以亲美运动为平台竞选 强调了信仰、爱国主义、家庭和努力工作 作为美国价值观的重要性 他主张建立一个奖励成就者的精英社会 赫德结束了不太可能成功的共和党总统竞选 并支持尼基、哈雷、华盛顿邮报 前国会议员威尔·赫德已暂停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 并敦促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团结起来支持前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 以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作为特朗普的批评者 赫德认为 如果共和党提名特朗普或模仿他行为的候选人 他们将会失败 他认为哈利是团结党派和应对国家面临的复杂挑战的最佳人选 赫德在国会期间与共和党同僚发生冲突 并曾批评特朗普 然而 他两次投票反对对前总统进行弹劾 谁在竞选总统 看一下2024年候选人的情况 美联社 前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威尔·赫德 退出了2024年共和党总统竞选 并支持对手尼基、哈利 赫德表示 越来越明显的是 党需要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 以击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赫德是第二位退出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 外阿密市长弗朗西斯 苏亚雷斯是今年8月首位退出竞选的候选人 苏亚雷斯在离开竞选时没有做出任何背书 赫德退出竞选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持续分裂 一方面支持特朗普 另一方面寻求替代候选人 尽管特朗普两次被弹劾并煽动了国会大厦的暴乱 但她在共和党内仍然非常受欢迎 她已宣布参加第三次总统竞选 并在共和党初选中领先 哈利是前联合国大使和南卡罗莱纳州州长 她在今年2月启动竞选时成为首位重要的共和党挑战者 她是共和党竞选阵容中唯一的女性 赫德的支持可能会在拥挤的初选竞争中给她带来推动力 因为她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特朗普的可行替代者 拜登的60亿美元伊朗协议 真的是哈马斯袭击的背后原因吗 英国独立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最近以色列暴力事件 归咎于拜登总统及其政府 他们声称拜登政府最近与伊朗达成的以前换球协议 是这次袭击的原因 然而这笔钱尚未释放 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朗直接参与了这次新一轮的战斗 共和党候选人的指责 被视为一种获取关注和制造头条新闻的方式 而不是基于事实 共和党与他们的政治对手民主党之间的合作关系 进一步疏远了 新的CNN老板对员工说 网络远远没有准备好迎接未来 华尔街日报 CNN首席执行官马克 汤普森敦促该网络将数字化服务之一首位 不要仅仅以传统电视节目来定义自己 他强调了新闻消费习惯的转变 大多数人选择手机而不是电视来获取新闻 汤普森强调 CNN需要迅速行动以应对这一革命 以保留并扩大其观众群体 他还强调了定义新闻的重要性 而不仅仅是对其做出反应 鼓励CNN记者公正地报道政治新闻 汤普森此前曾担任纽约时报的首席执行官 他接替克里斯 利希特离开CNN 后者应该网络的报道和战略受到批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包括国际局势 艺术展览 美国总统的调查 以及共和党内部的动态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各个新闻的要点 首先 拜登总统表示 至少有11名美国公民 在对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 这引发了华盛顿卷入与哈马斯的战争的风险 拜登承诺支持以色列 并承诺帮助结束人质危机 其次 著名的反同范活动家 被指控性侵了冒充他妻子的女性 这起诉讼 声称他在海外旅行中对他们进行了性欺骗 虐待和骚扰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第三 拜登总统接受了特别顾问的调查 调查他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 这是一项独立调查 旨在查明机密文件 是如何出现在他的住所和私人办公室中的 调查正在进行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后续的发展 接下来 美国艺术家尼科尔·艾森曼的展览 在伦敦受到了好评和批评 有人称赞他 记录纽约女童心恋场景的作品 但也有人批评他 缺乏对人类条件的深入探索 此外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 强调了中国对美国经济的威胁 并呼吁实现对该国的经济独立 他还概述了他废除教育部等联邦机构 和终止平权行动的计划 最后 前国会议员威尔·赫德 退出了共和党总统竞选 并支持尼基·哈利 这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一方面支持特朗普 另一方面寻求替代候选人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请大家踊跃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